Hello,大家好,我是Cameron 今天给大家主要来讲一讲 新出的武将观星张包可能可行性的几种方案 然后同时给大家推荐一个与之配合的 一个全满红的组队配将的一个方案 首先我们说想玩观星张包这两个武将 我必须说这个视频做出来门槛是非常高的 想这么组队这个花费各方面的都是代价比较大的 只有这些人他可能才能率先的能做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那么我就提出两套比较适合当前版本 比较适合这个满红玩家玩的两套方案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参考一下 当然了你可能好没有这么好华 包括我自己在玩的好也都是这样子 没有这么好华 但是可以参与参与吧 就是热闹热闹对吧 大家稍微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经过我们之前的分析 我们会发现 不管我们想怎么组观星张包的队 我们肯定可以给的技能呢 就是什么都可以给 谁也可以给 因为我们想把这个队在最开始这个版本 最开始是这个队伍的情况的时候 先给他最豪华的阵容 但是我唯一不会给这个队的一个技能是什么呢 草船借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当前版本 甭管是无枪草船孙权 还是设计功 这几个比较火的队 都是离不开草船借鉴的 这个技能我是一定不会给的 然后呢通过之前的一些介绍 我们会发现这个队实际上 用刮骨疗毒或者不用刮骨疗毒 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这个队实际上来说 是可以用一个比较豪华的一个减伤战法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现在又出了行一阵 包括大家现在各种琢磨已经可以说 能省出来一个赞币或者是省出来一个军民给这个队了 然后我就来具体的来讲一讲我的这一套方案 我是组了两种方案的 这两种方案有两个共同点 一个呢就是满红的无奇 这个不用说了 这个满红玩家前两队肯定要出这个队 然后呢在战场上去做收割 这个就不需要再过多讲解了 另一个我组的队 也就是说我整个体系 都是采取的是草船孙权的这个方案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下个赛季肯定 肯肯定定的就是下赛季无枪会非常多 那么我们作为满红玩家 可以说既可以组草船孙权设计工这种队 也可以组这个无枪这种队 那么对于我来说 我更想玩的就是草船孙权这个队 因为什么呢 我想在兵种克制这个方面 或者是说博弈这个基点的这个问题上 我已经是要站在这个博弈的高处 那么很明显的一个假设就是说 我们会把我们的后辈交给我们可靠的盟友 因为我们的后背还有很多比如说孙权不红 陆迅红的玩家 有很多前边赛季武将红 后边赛季武将不红的玩家 他们大概率是可以去组步枪的 我们保持一个战场的多样性来说 我们也是要去玩满红的孙权草船孙权的 当然了你的草船孙权至少要保持在三红以上 不需要全满红 这是我两队都要组的一个点 那么当这一个基点确定下来之后 我们会发现圣气会已经用掉了 草船这剑和赞比其风也已经用掉了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 我的关心长包享用到圣气这个技能 那怎么办呢 那么我我的第一队要玩什么呢 孙陆周就是孙权陆迅周泰 然后陆迅带的是赞比其风八门金锁 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省出一个圣气来 给到你的关心长包这个队 当然了那应该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做法 大家还是喜欢确实无奇的 然后呢就是赞比和草山借鉴 我为什么选择在我的其中一套 满红方案里边选择的是 SP诸葛亮带的是军民 而不是带赞比呢 这个地方也要非常详细的来讲 因为什么呢 这个SP诸葛亮 他是一个统治双高的一个武将 且他需要加一定的速度这么一个武将的类型 他假如说是带赞比其风 他仅仅是护住了他比较硬的那个人 他护住的是SP诸葛亮 但是呢他对关心长包的保护实际上是不够的 就像草船孙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承伤位 然后呢满宠顿有这么一个承伤位 这个SP诸葛亮带上关心长包 你找不出来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承伤的位置 所以呢我选择的是军民 那么我们就具体来看这两个配置啊 第一队草船孙权 第二队是满宠顿 那么满宠顿实际上对于这样一个方案来说 他是可以选择新战法行医阵的 也是可以选择风使阵的 因为呢我们是走的是草船孙权的这个路线 当然你要是选择无枪的话 你就司马顿就没有其他的可选项了 就必须抵制性医阵了 对吧 然后无齐标准的属工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SP诸葛亮这个队 那么SP诸葛亮的这个队呢 他有这个方案是 SP诸葛亮带的是军民净化 激行阵 威慕弥抗 士征先父和青州兵 为什么选择一个A7战法净化呢 就是因为草山界限已经用掉了嘛 然后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SP诸葛亮 冠星张欧猫这个队的一个可能性啊 战场上的一个可能性 第一种情况自己发挥的特别好 你也基本上没有控制到我 然后呢我这个整体打出了回血各方面的都非常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 易容俱容 也就是诸葛亮催动了冠星张包 发动了他那两个什么刀出如亭 什么剑武如风 这两个技能 那么你会发现这个队实际上是什么 什么情况呢 就是他的减伤和回血 都是通过他的主动战法来发动的 假如说这个主动战法发动的好 那么他同时他就可以既有那个抵御 又有那个倒戈 那么他就是效果非常的好 假如说另一种情况下就是一损俱损 你整个队被这个万文一语 被速成其立 被当风翠绝给控的不要不要的了 那么你会发现你SP诸葛亮的自带战法可能已经失效了 然后官星张包就已经被控制住了 他打不出来控制战法了 打不出来他的自带战法了 而且他这个张包还需要是在普攻之前来发动这个战法 所以他还比较怕缴械 这也是一个点 就是这个队是极其的怕控的 那么这个队总体的一个总结就是说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因为你这些主动战法假如说你不发动 那么你跟着的他那些抵御那些倒戈 你赵燕也同时没有 所以说这个队是一个两极化分布非常的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就说了 我们必须要带上净化这个技能 首先SP诸葛亮这个人呢 他必须要保证比官星张包要快 假如说比官星张包要慢的话 他那个自带战法 他那个加发动率的那个事 就会延到下一个回合去发生 所以就很亏 对不对 所以SP诸葛亮说什么都要加上 20多点速度 再加上速战兵说 一共是要达到110多这样的一个速度 其实也加的不是特别多吧 加个30点左右 然后剩下的战法呢 我们就把剩下的战法凑一凑就可以了 这个很简单了 就是带上激行镇 带上威牧密抗 稍微带个空 因为我估计啊 官星还是有后发先制的兵书的 所以带上威牧密抗 然后张包主C位 带上施政先赴 当然了他也可以带什么奏鸣截略这些东西 然后再加一个奶 庆州兵是奶 庆州兵就相当于SP诸葛亮带了一个正能带法 因为他的奶的量基本上都是3000左右 这个量就是那个量级 然后呢 同时他保证了他前三回合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回血的属性 也就是说呢 他的回血技能并不需要他的核心辅助去带 他可以用他的输出位去带一个回血技能 而主辅助位呢带的是一个净化一个军民 然后这就是这一套的一个特点 然后另一套是什么样子呢 另一套同样也是一个门口非常的高的一个队 那么这样的一个组队方案呢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不玩鼠工了 不玩鼠工呢 就是玩SP袁绍SP朱俊 巨兽这么一个叫群墨法工 这个队呢对各种法师队的压制力还是非常非常足的 那么我这个队我是实测我了 我是SP袁绍是高满红 巨兽是高满红 然后呢SP出镜是白板 然后呢在我的这种红度下呢 这个效果非常差 那么大家一定要小心 不是高满红千万别玩 别玩这个队千万别这么玩 ok那么这么组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那么就是说我玩了群墨法工 我就省出来了我的太平道法这是一 第二省出来了夺魂碑蛇 那么我之前提过一个夺魂碑蛇的一个方案 就是极简鼠工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之前的一个视频 讲的是极简鼠工 玩的是蛇战群儒版本的 然后这是作为你的另一个舰队核心 然后呢加上草川孙权 加上这个无奇 剩下两个队怎么组 这个地方要给大家讲一讲 非常关键也是我非常看好的一个组的队 就是司马懿用武通神 兵无常事 曹操是居民行医阵 好招是刮骨识别三日 那么这个队 应该就是下个赛季很有可能出现的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队 他是司马懿变成了一个双核队 然后呢因为他追求稳定性 他就不带疼甲兵了 那么大家实际上可以抛开这三个武将 这三个武将是谁 咱不用说 他有一个武将呢是一个辅助委 他带上了军民 带上了阵法 另一个武将呢 他带上了识别三日和刮骨疗毒 还有一个人呢用上了兵无常事 大家脑子里第一印象是什么 没错 就是设计工 这个模型呢就是设计工 当然了这个队没有用到当方吹绝 他用的是用武通神 这个地方可以考虑其他的 可能是这个队要带一个比如说大火呀 带一个分子英里都是可以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队玩用武通神很有可能伤害太慢了 这个另说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 设计工的一个机理就是说我军民是护住了两个人 相对来说是不稳定的 但是呢 我的两个输出位一个主输出一个副输出 其中一个人带了是识别三日来给自己加一定的抗性 另一个人用的是兵无常事 同样呢也是给自己加一个抗性 也就是说在设计工的体系里面 他的居民的风险性风险系数是相对较小的 那么同样对于这个队来说 自曼仪用的是用武通神兵无常事 好招用的是识别三日 同样是上一个机理 那么这个队非常看好 那么我们就把剩下的技能再凑一凑 那么下面这一个队呢 就跟上一个队机理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队呢就是还是一个三个人各司其职的一个套路 SP诸葛亮夺魂悲蛇 他用这一套豪华的技能 保证自己主将位置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输出环境 他带的是神奇兵书或者他可以带那个绿色的兵书 带元气兵公带这个速战的兵书 然后当然了我可能比较推荐带神奇兵书 也就是说第一回合要去抢一个夺魂的一个发动率 然后这个样子你就是 SP诸葛亮他是假如说他吸了一口之后 他就会输出环境 就会比较好 那么他被当风的概率就会相对的较小 当然了这也都是相对的 那么SP诸葛亮夺魂威慑 关心张包其他技能随便说一说就行了 即兴阵 青州兵 施政先父 聚水断桥 当然了聚水断桥这个位置可以换成其他的 比如说钢游无前 比如说加一个控制加一个奏命戒略 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样来说 这个队同样也是很有可能会把自己的输出环境变得稍微好一点 那么我们看我现在组的这两套方案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来说 就是用你的关心张包这个队去代替的是什么 桃园鼠盾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实际上来说就是一个土豪版本的一个桃园 桃园大家玩了七八个赛季了 玩了十个赛季了 对不对 多多少少有点腻了 那么实际上一个课金的一个点叫什么呢 就是大家不想玩桃园了 不想玩树盾了 那么就是大家想尝试一下玩枪兵形式的 SP出个量管清张包 那么这个对具体的强度会怎么样呢 这个我也不好说 但是呢 我觉得肯定是要比桃园强的 假如说没有桃园强 会发现什么一个情况 那谁还玩这个 对不对 那么他的打进片里就必须要包括桃园鼠盾 另外那些控制力不太足的队 比如说鼠工 比如说无枪 都需要有一战之力 然后呢 这个军民版本的这一队 还是要打一点的无极 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带上军民 我需要保证我这个队能抗住无极的那三万府 这也是这个队的一个定位 总体来说呢 就是大概这个样子 你要说这个比桃园要好特别多呢 我也不敢说这句话 但是呢 就是尝试一下 大家假如说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 有这个兴趣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的这两种方案 然后最后就再比比一句 这个老师说 观星张包 SP祝格亮有点说的嘴都嫖了 对吧 起个名字 起啥名字呢 就叫CP枪 对吧 咱就是磕个CP 这观星张包就是小CP 咱刻个CP 大家假如说下个赛季 准备玩这个观星张包这个队的呢 咱就在弹幕里抠一个 磕到了 KDL 要是觉得自己还是处在一个观望态度 咱就打上BE Bed Ending 咱Bed Ending了 OK 就这样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